4月份可以说各大手机品牌展开了一场机械大战 像三星S4月底就要上市 而华硕的变形机4月中旬也要加入战场 HTC的New HTC One则被视为红达点能不能逆转生的关键 上午正式开卖 第一位拿到新机王的消费者心情很兴奋 一大早民众大牌长龙彤彤彤彤彤 是为了等着拿红达点的新机王 尤其这位一大早不到7点就来排队的林先生 心情好兴奋 因为他是全台湾第一个拿到新机王的消费者 公司比较靠近 所以就可以先过来拿一下再过去上班 听说这次他们在 因为制程上面会比较困难 然后可能在功夫上面会有一些些的困难 所以我想说那先预约的话 至少会先拿得到 真的很怕缺货拿不到 红达店New HTC One 29号全台湾正式开卖 经销商也透露全台限量预购6000只 已经买光光 HTC希望在4月底前出货完毕 也就是说想现场买到新机 恐怕得等到5月份来 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功夫 那品牌比一比 红达店New HTC One是四核心 三星S4是4加4核心 最高8核心运作 Sony也是四核心 特色方面 HTC主打实镜相簿 三星有提杆眼球控制 Sony最自豪超强防水功能 新机王开卖 不过红达店多空消息人分杂 外电报道指出 竞争对手Nokia宣布 红达店欧洲中东 及非洲地区总经理 已经加入Nokia 将在6月15号接掌欧洲销售部门 加上三星S4开卖再集 周日就要举办 新机造势演唱会 各场的高级和中级款 陆续报道 智慧型手机第二季战火 真的很激烈 中心新闻局小片 红宽伟台北报道 不过 谢谢大家